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Twitch BB 还有discord 好 这次更新的情报 就是有三位 剧品依林 那其实就是幽黄先生 陆葵 然后跟那个 这个应该是那个 九色春香 那个的 通话叫他们的那个组织名字 就是那个狐狸啊 那个女生狐狸 然后幽黄先生是送的样子 好 那陆葵都要出 及格蛮久 因为那时候 燕蜜龙跟陆葵的故事 活动剧情啊 大家都觉得哎 有些人觉得啦 就是陆葵是会出的 好 这个是魅惑人间帝王 截断王朝的气韵 这可不是他奉命名矮天命 所要完成的任务吗 这一只抽的哎 我忘记他 叫什么名字了 他应该知道我说谁了 好 那这个就是 熔耳是我懒得的朋友 这个太明显 就是 这陆葵啊 你也 你一连组 就这个 好 好全新活动兑换英灵 好就送的 好这个图很明显啊 就是 或用一下 我以 然后 洪古生 那这个就是 幽黄先生吗 那 全新英灵 要在 即将登场 然后这个英灵呢 在5月10号更新后 加入十轮召唤的卡式 5月5月10号 相台上月28号 还那么久 哎 我也是最近的事 好 然后新增两个时装的部分 这个时装 是希哥吗 成为我的养分吧 这个头发很像希哥啊 是吗 可是又有一个箭是不是 有一个箭 那这不是希哥 因为刚才看头发这样子像希哥 还有谁拿箭啊 就这样 这次没有了 哎谁啊 这个身材 成为我的养分 然后一个鞭子 谁啊 我想不到 总之这次的特色就是 游王先生 游王先生是什么系呢 暗系 哪系 优系 还是什么呢 应该是还不会有新增 特别属性啊 好了 那这次情报就这样了 就让这几个角色 哎会很强 好了 那今天这几个情报就这样了 很简很简短 那喜欢我的频道就按一下 订阅按钮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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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